下面呢 我们介绍这个 这个这一段里面 我们想介绍的最后一位 就是卢梭啊 1712年出生 1778年去世 你可以看到啊 他比这个匈母小一岁 比匈母又晚去世两年 匈母1711年出生 1776年去世 大约同时 两个大约同时 那两个大约同时 卢梭这个人 他比较这个 我们说那个 他在文学上面的建树 我估计 恐怕很多人 会读过他的书 像艾米尔啊 辛亚勒伊斯啊 像这个 颤悔录啊 是吧 等等等等 是吧 这些 因为卢梭在文学 他肯定经常人们 会把他当作一个文学家 他在哲学上 主要的这个著作 就是两本啊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 两本说 啊 那个论 这个 社会契约论还是没有完成 没有最后完成 卢梭这个人在这个 我们通常会把他归于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 但是实际上 他的思想与法国启蒙斯两家有很大的分析 有很大的分析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 卢梭以一种另类的方式敏锐的觉察到了启蒙思想里边的问题 当然他是用很另类的方式来揭示 很另类的方式揭示 这个 卢梭这个人出身贫寒 很小母亲就去世了 还是离家出走了 他七八岁的时候 父亲因为和人争斗 结果也离家出走 他成了孤儿 一直混迹在这个下层 什么都干过 也就是说 沾染了所有那些下层社会的毛病他都有 但是这个人很聪明 他所有的知识是自己自学的 这自学成才的 后来他就是这个自己 就是发明了一套叫做寄简朴的方法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五线谱有时候寄起来比较麻烦 他就发明了一套寄简朴的方法 于是揣着这个发明 他就跑到巴黎去闯天下 当然我们现在那简朴方法不是他发明的那一套 他当然没成功 但是在巴黎不久 他后来慢慢的和那些启蒙思想家也发生了这个关系 但是卢梭这个人始终和这个启蒙思想家们有格格不入的地方 原因在哪呢 我们知道启蒙 它是一部分少数知识分子精英 自觉的承担起教化大众的这个历史使命 所以这个启蒙思想家们他不是贵族 但他也带有贵族气质 而且他推崇的是知识 你那个时候能受好良好知识的不是太容易的 不是太容易 所以他们是作为精英 对知识分子精英 来自上而下的要去做什么工作 卢梭是直接从下层老百姓出来的 他对于那些上流社会的 尤其那种学术杀龙东西 他所有规矩他都不讲 所以始终他就感觉到格格不入 格格不入 而最终他实际上跟很多人最后都有了 都有毛肚 他有毛肚 那么在这个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之前 卢梭有一本小册子 现在翻译叫做论文学与艺术 其实那个全名是什么 是法国地中科学院有一个征文 悬赏征文 我们过去是不是也做过这种 啊我这悬赏征文第一等奖 给多少钱如何如何 悬赏征文 就叫做什么 论科学与艺术是否能够敦风化足 也就是说 科学艺术这种他的发展 是不是对提高人的道德水准有帮助 他这个问题 卢梭给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回答 他获奖了 所以这对他很有鼓舞啊 第二次悬赏 人家悬赏就社会文明的这个起源基础 他这本书也是那个 要想去那个应征的论文 但是篇幅大得多了 但这个东西后来没会没有获奖 还没获奖 他在里边就采取了一种 与人们完全不同的一种方式来解释 这个社会契约和自然状态之间的关系 那么罗索讲什么呢 他说 到现在为止 前面我们引了一句话 就是在社会契约论上面一证文一开篇一句话 败之人口 叫人生而自由 但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 如同人人生而自由 但却始今为止 这个社会制度都是不平等的 都是不平等的 那么我们要想解决社会的这个 这个不平等的这个问题 首先就要回溯到人的自然状态 也就是说 把人身上的所有社会性的东西抽掉 这个来看看人的那个自然本性是如何的 卢索把这个东西看作是个假定 他是个逻辑的假定 逻辑假定 他讲什么呢 说你要从一个现代人的身上把社会关系人抽掉 你说哪个东西是自然本性 这个不太容易的 而且历史上是不是曾经有过这种自然状态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只好凡是和社会有关的东西都抽去 我们看一看人本身是什么样子 人的那个自然属性是什么样子 这就是说用人所形成的人 也就是社会人和自然人加以比较 来说明这个社会的这个发展 是吧 那个不平等是怎么发生的 不平等是怎么发生的 在卢梭看来 如果我们把人身上的所有社会本性全出去 那么人身上的剩下的自然本性就是一种自我保存 自我保存 自然本性 那么人就像游荡在森林里的狼一样 相互之间的相遇是偶然的 人和人之间没有关系 虽然生理上有 有男人有女人 有力量强一些 有力量弱一些 但这些因为不在社会关系之下 是没有意义的 用不着比较 他不发生关系 人和人之间碰面都是很偶然的 你就像游荡在森林里的狼一样的 人和人之间没关系 他当然是自由平等的 但是这种状态持续了不知道多久 慢慢的他会发生变化 因为人生存下去 他要依靠自然 要依靠自然 那么这个用卢梭的话说 说使人文明起来 而使人类堕落下去的东西 在许多人看来 在这个诗人看来 是这个金和银 而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古物 私有制 农业私有制 卢梭其实很敏锐 他讲什么 就是你在自然中生存 你总要是利用自然来 维持自己生计 我们有一句俗话叫做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你靠水可能成了渔民 你靠山可能成了猎人 你不靠山不靠水靠平原 我就成了农民 成了农民 这个农民和那个猎人 和渔民的最大区别在哪呢 就我在水里边去打鱼 你也可以去打 但是农民在这块地方是凭自己的劳动 生产出来了 生产出来了粮食 他当然认为这个粮食是我劳动的结果 劳动的结果 但是别人不会承认你这个结果 你地里边长的东西 按照人的自然本性 自然中的东西 对一切人都是平等的 每个人都有权要求获得它 我在这个地方种的庄稼 我认为是我劳动的付出 别人不会把它当一回事 那你地边长了一棵玉米 我就过去去掰它 就会发生冲突 尤其是这个我们说 我长期开垦土地种出粮食之后 我认为这个成果归我所有 经过一段时间 我认为这块地就归我所有 这个性质就发生变化了 原本是我劳动的产品 是我劳动付出 现在这块地方本身归我所有 这个私有制就产生了 但是我们知道 你的确有了一个穷人和富人的区别 有这个财产和没财产人的区别 可是对于穷人来说 对所有其他人来说 他不会认为这块地归你所有 他并不认为这块地上的粮食 只是你才有权拿它 就像我们看到山里边 结的野果子是一样 那么每个人都可以拿 谁力量大时就拿它 这就会引起他们的争端 这个我们有句俗话叫做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是吧 我去抢 抢不来 顶多我就 原来就没有 抢不来也就没有罢了 所以你说你这个 你富人就是要想维护自己这点庄稼 千方百计的 他就是这个负担太大 于是他就欺骗穷人 说你看咱们打来打去啊 这个对仙户之间都不好 咱们应该建立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权力 来维护咱们的这个这个这个安全 这个穷人就上当了 当然这个说法归说法 他意思就是说 这个这种状态最终就催生出了一种社会契约 形成了一个社会制度的出现 而这个社会制度的出现 就使得人的不平等往前又加剧了一步 原本是穷人和富人的区别 私有制 现在你有了国家 有了社会权利 他就有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不平等 再往下发展 那统治者跟最初的农民是一样的 农民说 我在这里种的庄家归我所有 后来那农民干脆说这块地就归我所有 这个统治者也是一样 这国家我这个领导 最后说这国家也就是我的 于是那不平等就发挥发展到了他自己极致状态 只有那统治者是主人 其他一切人都是奴隶 所以这个卢梭等于在跟这个启蒙思想家唱反战 启蒙思想家讲的是什么 只要启蒙嘛 只要人大胆的使用理性 这个提倡科学 知识进步 社会就像会向那个进步的方向发展 繁荣昌盛的方向发展 卢梭卓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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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际上显示出了一种对自然状态的一种美好的描述 也就引发人们认为 卢梭要回归自然状态的这种倾向 当年福尔泰 福尔泰是启蒙运动的泰斗 福尔泰就读了卢梭的书之后给卢梭写信 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把野蛮写得这么漂亮 读了您的书我进不住想四脚爬 可惜的是我两条腿走路已经习惯了 我就不退回去了 福尔泰讽刺卢梭 说你把那野蛮状态描写得真美好 看你这描写我几乎想回去当野兽 但是我已经闻名日久 我不回去了 卢梭思想里面的确 他们给人这种感觉是这样 自然状态好 自然状态自由平等 进入到社会状态就失去了自由和平等 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契约社会的出现 人进入到社会状态 它是以失去自由和平等为代价 为代价 那么卢梭是不是主张让人们回归到野蛮状态 其实不是 卢梭思想很清楚是回不去的 那是回不去的 所以他更思考的问题就是说就是什么呢 说迄今为止一切社会制度都以牺牲自由平等为代价 那么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社会制度 不以自由平等为代价 让他进入到社会状态 仍然还能够具有平等和自由呢 卢梭说 有 我找到了 这就是他的社会契约论 这本书要解决的问题 要解决的问题 这个卢梭 我们说给一种合理的社会契约 来做了这样一个规定 做一个规定 他说合理的社会契约 他的根本精神在哪呢 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力 全部都转让给整个集体 我们想比如我们作为一个集体 我们每个人把自己的全部权力都转让出来 但是不是转让给某个人或某些人 而是转让给大家 而这个条件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这就意味着我们把权力转上出来 并没有失去什么 因为我从大家那又获得了同样的东西 甚至获得的更多 因为在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里边 我们每一个人 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 既是立法者也是守法者 我们就是一种民主共和国的方式 就我把权力交给大家 大家要把权力交给大家 没有交给哪一个人 所以我们这是一个自由的联合体 这是一个自由的联合体 而在卢梭的设想 在这样一个联合体里边才能消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立法者和立法者的分离 这个只有相对的意义 没有绝对的意义 我们自己又是自己的主人 而是所谓的人民当家做主 那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力都是一样的 我并没有因为把权力转让出来而失去什么 那么这个法律的制定 制度的制定的依据是什么 它叫做公义 那叫做公义 就是减去所有人意志相互相互对抗的那一部分 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 把那个所有人的意志里边 共同的东西保留下来 叫公义 你的政治法律制度 所有的东西的依据就是公义 因为这个公义就是公众意志 是我们所有人的意志 服从这个意志就是服从我们自己 违背这个意志 你就是违背我们自己 就是违背我们自己 所以卢梭甚至讲了这么一句话 他叫做什么 就是任何人拒不服从公义的 全体就要强迫他服从 卢梭认为就是迫使他自由 就是迫使他自由 为什么 因为你公义代表大家的意志 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意志 你按照他的去做 你是按照大家 按照我自己 你违背他 你就违背大家 也违背你自己 也违背你自己 他认为这样一个共同体 就是一种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理想 那么卢梭的这个思想呢 我们说在当时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比较另类 因为他我们前面讲过 他和其他的思想家们 启蒙思想家们的思想 还是有一个有隔阂的 前面我们讲过孟德斯九 孟德斯就更推崇的就是 郡主立宪之主 或者代制政府 因为在他们心目中的民主共和国 是没办法真正实行的 你那个在卢梭看来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甚至在那个政治思想史上 甚至把卢梭看作是近代以后 那个共产主义思想的起源 或者民主的一个一种起源 但是对卢梭的这样的思想的影响 真正的深入研究 其实值得我们去思考 值得我们去思考 这个能不能在现实中像 卢梭这样实行这样一种民主共和国 他主要的不是靠法律啊 他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我们大家每一个人 把权力转移出来 我们自己是当家作主 我们每个人既是同志者 也是被同志者 既是立法者也是守法者 靠公义来维持这个这样一个存在 这种方式呢 我们想这个 以后我们下次课讲到康德 康德在那个伦理学里边 康德思想里边其实有一个想法 就那立法和司法真正能统一起来啊 只能在道德理想之中 你想在现实中就能够 就是打破他的这个差别 说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既是立法者 也是守法者 这最多是理想 现实中可能不太容易能够实现 虽然如此 但卢梭的思想其实构成了后来 法国大革命的一些思想的影响 影响很大的 1789年7月14日嘛 是吧 因为这个法国第三等级革命 是吧 攻占八十底 然后以那为契机 就法国大革命 但是后来随着他的发展到17930 93年左右嘛 大约那左右 雅各宾专政 是吧 因为法国大革命到一定程度混乱 后来 这个 罗伯斯蒂尔 法国大革命当时我们说到那个极致 是吧 因为我们过去对法国大革命 雅各宾专政这个时期评价还很高的 是吧 那么因为什么因为英国的这个所有的其他国家的那些 呃我们叫他的资产阶级啊 实际上也就是说进步的这些人 那一口同声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开始 攻占八十底约啊 法国大革命表示同情 但是到了雅各宾专政 所有的人都表示保留态力 那么我们过去的评价就会说他资产阶级 基要革命用害怕革命 说他那个软弱性那两面性 其实我们要想一想那个法国大革命那个到了雅各宾专政 那个时期是个什么结果 其实这个这个黑格在精神现象学里边对那种红色恐怖 有一个说法 他说砍一个人的头跟砍一颗白菜喝一口凉水差不多 那就是人命不值钱 那我们可能会想革命就是造反的 革命就是暴力行动啊 革命当然会 比如说危及一些人的生命安全 但革命总是有成本有代价的嘛 是吧 历史车轮是吧 他要粘倒一些小草 是吧 那那你就得为他做牺牲 那没办法 但是这个历史车轮的前进 如果他那方向是正确的 是不是他就一定要以牺牲他人生命为代价 而且这个牺牲他人生命是牺牲无辜的生命 那么就有点问题了 对不对 因为你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为了革命而革命 因为后来这个这个西方人有过档案性的一种统计啊 雅各宾专政时期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段历史熟不熟 这个当年他就是这个雅各宾专政的时期 就类似一种红色恐怖 是吧 那么经过革命委员会审判以后判处死刑的人里边 百分之七八十七八十的人不是保护党 而是他他那个成分有比如城市平民农民手工业者等等等等 都是老百姓 他那时候造成的那种红色恐怖 人人自危啊 就类似我看谁不顺眼 我跟谁有仇 我就会跑到革命委员会去告发 说你是保护党 哎 开庭审判 我就是证人 我捏造一点事实 就把你送上脚心家了 但明天不定哪个人就就把我告上法庭 我又被上了脚心家了 你看 那个时期三位重要的思想家 丹东 马拉 罗伯斯比尔没有一个人是寿终正寝的 丹东被送上了脚心家 马拉是在浴缸里被人刺杀的 罗伯斯比尔自己最后也被送上了脚心家 所以对这样一段历史的分析 其实值得我们深思 谢谢大家